说着 永远已经挑帘进来 规规矩矩地到魏家世面前 打个签 说 母亲安详 我今儿就离京 给您请安辞行 起身看了看魏家世的气色 又说 娘脸色有点苍白 是一来失眠吗 又像刚哭过似的 魏家世淡淡地说 坐吧 眼中微波闪动 凝视着自己的儿子 这是天下任何寻常人家母亲中 极少见到的那种生态 一头说 他是王爷 是在在王府的天之骄子 是国家设计的晴天良柱 一头说 是他终生的靠山 是他将来退归太妃之位后的 归宿主人 就眼前说 乾隆训诫 皇后训诫 东宫师父训诫 天子 君臣 师父 都可以训诫 那是圣人 置在三缸里的缸 他这个母亲名 位 分 都只能依附在这光焰 与日月 比齐的辉煌之中 寄生养息 他顶多只能 劝诫 这眼神里 除了那种与生俱来的母爱 怎样 温柔 期待 关怀 千念 还加着有一份对皇家言威的 林林敬畏 自今身份的尊荣 所有常人 歌笑悲喜 母子无间的亲近情分 都被这道无形的高墙 湮灭殆尽了 他就这么端详 自己的儿子 才十五岁 这么周周正正的 像个小大人 这么大点出远门 若在民间母子相抱痛哭一场 也是尝试 但他不能 只是觉得离得这样近 还是太远了 他只能隔墙这样努力地眺望 永远却万难体会 母亲此刻的心境 见他这样瞧自己 有点奇怪地看了看自己身上 又抬起头道 我要出远门了 不能过来请安 路上递请安折子 也不能单立给娘 您得多保重啊 魏家是收摄心神 回到现实境中 轻虚了一口气 我吃得饱 穿得暖 又住在宫里 万事不愁 你甭记挂我 你好了 我什么都好 你不好 要好也好不了 虽说不能单列给我信 你给皇上写请安折子 付一句 给皇上娘娘请安的话 我就能见着了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是 我记住了 你这是钦差 走一道住驿站的吧 永远听到母亲言语中的颤声 心头一拱一热 眼圈有点发红 一躬身说 那是遗仗 照规矩都是有的 我和玉庆宫侍读 王尔烈一道 骑旅走 要顺道看看百姓吃什么 住什么 有什么难处 魏家师一听 便笑了 那有什么看头 你娘就从那里头过来的 问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王尔烈 听你跟我说过 三十九年的进士吧 他也是个书生 只能帮你在差事上出主意 我只担心 我只担心 一路吃喝拉撒水 没个知疼知热的人照料 再说 听说外头闹叫匪 不多带些个人 出事了哭黄天 也没有泪呀 说吧又是泪 永远笑说 娘 你又来了 平日你怎么叫到我来了 掰着手一五一十 当初怎么走投无路 怎么举目无亲 四处遭白眼 怎么在人房眼底下 趁饭吃 还是你说的 人寿挤兑 本事高 轮到真个的 你该给我鼓劲才是呀 魏家市一边开市 泪水扔不住地往筐外涌流 我说说也是白说 笑笑心里畅快 唉 娘那时候 是没人疼 没人脸 不得影 你是金枝玉叶 娘宁可你平平安安 没事 不愿你出去 独个闯荡啊 永远心里滚热 脸上笑着听她续道 见桂香捧个中置来 忙起身拧了一把热毛巾 捧给魏家市 退回座中说 我来看娘 倒招得娘伤心了 安全上的事 王尔烈自然有安排的 一路关道 也没听有什么江阳大道简进 您到陆河一看看就知道了 多少江府商客 安徽山东的行商 还有广东广西 云贵来的 比山东远得多 您说过 我比别的阿哥皮士 儿子难道还不如那些客商吗 一顿说的魏家市高兴起来 说 你就是皮士 不哼不哈的心里有数 面情上不大外露的 你安苦寒出身 平日三言两语说着劝着 你比你鸽子 还有你弟弟都减省 能受委屈 耐摔打 但是生你 眼看出花没指望了 皇上千里迢迢 送个一天试来 还是救了你的命 我是想啊 还是得带个有本事 常出门地跟着 岂不更好 唉 可惜傅六爷病得沉重 不然 我带出个信 不论福隆安 福康安 谁跟你做个伴 我也就放心了 永远说道 没有他们跟 儿子照样能办好差 他的自尊心受了母亲一次 立刻脸上微微泛红 福隆安是公主儿妇 福康安是堂儿的掌上明珠 都是贵胄子弟 不但奢侈 且是自视甚高 自小和永远诸阿哥 一道读书 骑马打仗 领诸贵玩耍 不向别家大臣子弟 世世处处 容让这几位阿哥爷 爱着母亲情面 虽没有身份 但是永远天性深沉目呢 心里深处 瞧不惯傅家兄弟 骄纵傲慢 又隐隐觉得傅家 有居恩自高的味道 更让人每一念及 就受不了 他瞟了一眼母亲 又怕他吃味多心 一笑说 他们孝顺傅大爷 跟我孝顺黄阿玛 和您是一样的心 别说六爷到了弥留关头 就是小病小灾的 我也不忍心 割人家的父子之情啊 魏家是哪里知道 儿子一煞尘光 动了这弱干的心思 一笑说 这说得是了 就是这么着 也不图你在外头 轰轰烈烈 显身立明 平平安安回来 我就欢喜了 说着起身进内房 亲手挽着个包出来 都是昨日晚间 灯下预备的 打开了看 放在最上头的是一封 护身平安符 米黄布袋上 淋着个白云罐的 倒转印 阴红色的 血一样醒目 旁边一个小盒子 魏家是挪动了一下说 这里头是紫金胡萝卜丹 那包是金鸡纳霜 你有个瘧疾根 觉得要犯病的光景 就赶紧吃 还有一封一封 大小不一的 桑皮纸小包 里头小银饺子 小金爪子 碎银子什么的都有 魏家是不无遗憾地说道 这都是和老佛爷皇后 妈牌时零碎盈的 想着要这些没用处 都赏了人了 早知有这档子事 倒该留着给你的 我的阅历在这宫里 是结余最多的 有三万两在帐上了 只是一栋这钱 可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我倒没什么 给你招来闲话 就没意思了 永远听母亲 一一安排嘱咐 似乎魂不知自己 是地动山摇的钦差大臣 倒像是小门小户家 孩子出远门那般琐碎 细小叮咛 肚里只是暗笑 听着听着不知怎的 心一直沉落下去 眼中已沁了泪花 强笑说 钦差莫骂实诉 一路都有驿站供应 我稍稍荡心一点就是了 娘不必这么费心 魏家是说 我知道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时难 谁背着房子走道呢 家人要个靠时地跟着 一路堂堂水水地好侍候 早知有这回事啊 我该指个丫头 开脸给你 男人侍候人 终究不得法 永远笑说 就有妾 也不能跟我的钦差互从啊 家人是王小悟跟我 前年福灵安送我的 人也很机灵的 魏家是不再叨叨了 退回了座中 凝望永远一时 决绝地一摆手说 嗯 我知道了 好胜办差去吧 七天之后 永远一行四人 已经到了苍州 时值腊月隆冬 枯水季节 朝阳门到通州的运河段 干河的能见河底 顺天俯征的民工 沿河都是 蚂蚁般清理河床淤泥 过了通州到天津卫码头 这一段 运河洞的镜面也是的 根本不能行船 他原想一离开通州 就另走小道 但沿途人口浮凑 城市迷密 地方官早已接了李世饶的知会滚单 这边八人抬大轿起行 那边城市文武官员已经知道 探马提计不绝于道 已在预备迎接钦差 这就是坐轿出巡的一宗不好处 坐船可以屏歇官员登船请安败望 饮食起居与外阁的段 想私访一下 换上轻衣小帽走人便当 在轿上有个落宿的事 吃喝拉撒不能不离轿 永远虽不爱热闹应酬 无奈所到之处 都是一张张热脸蹭着 一车一车好话堆着 也只好随俗敷衍 只传遇 所有九言一概不遇而已 直到过了清县 前头运河也还动着 靠岸肩兵搓卧 核心薄冰 零丝覆盖 以勉强可行坐舰 上了船 一颗心才渐渐定下来 此刻 他坐在钦差坐舰大舱里 稳积平栏向外眺望 但见两岸一马平川的原野 都在缓缓后移 苍鸣鸣的天穷下 村落萧索 灰得发紫的杂树林 一片一片揭墨天际 远到极木处像褐色的淡矮散雾 近处掠窗而过的树林中 都是荆棘杂草丛生 鸭巢高悬 群鸟在乱坟中无望地操鸣着 偏起偏落觅食 只有隔地远处 残雪斑驳的农田中 可见千墨戒杯相连 田中东小麦约可三四寸高低 在烈烈西北风中波幅抖动 深绿的秀色 给这荒寒寂寥的原野 略添了几分生意 听到什么细碎的响动 永远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 这才留意到 从刑部借掉来的贴身护卫 人计发 侧身势力在自己身后 王小物单膝跪在仓口 鼓着腮帮子拼命吹那炭炉子 使刚加进去的炭棒要起样 发出了细凑碰撞样的 铮铮声音 他没有说话 见王小物搬来了炉子 一摆手命他退下 只打量这位任计发 任计发穿一身便服 挥石布长袍套一件 悬色套扣背心 扎裤脚玩紧身裤 脚下蹬着一双踢死牛 铜油烧底的快靴 从履历上看已是26岁的人了 但生就一张娃娃脸 大嘴圆鼻子圆眼一副滑稽像 一看便知 是个浑身消息 一暗就动的角色 他跟人出差跟着了 还是头一回事后 永远这样嫡脉的龙子奉孙 他也揣摩不了这位天皇贵宙 一路接见官员 见面指手寒暄拍肩说笑 温存大方的似乎没有架子 退下来沉默着 一坐一两个时辰 一语不发 吃饭不讲究好歹 不对胃口就放住 却从不叫厨子训斥重做 穿衣不穿心仪 但衣服稍有污迹 绝不再穿 这匹性说怪不怪 寻常这样的 却也真的不多 他早已在偷偷审视这位阿哥了 见他这样看自己 忙微笑着低了头 敲地里用舌头顶了一下上胯 硬了头皮顶他目光 永远终于开口了 语气仍旧那么不温不火 你叫任济发 刑部的 任济发如是重负 暗地透了一口气 毕恭毕敬地回道 小任任济发 原是皇天坝门下的弟子 跟刘雍和福康安大人出差 有功续保 福大人见小任到刑部基布司 挂了个堂官衔 其实是个捕块头 属爷不必叫我官名 就叫任精子得了 永远失声一笑 任精子 想来你必是伶俐过人 武艺超群的了 任济发便脸笑道 这就是爷太爱我了 我是皇天坝的徒孙子 十三个师叔师伯 都是跟大人出去办差 死的死伤的伤 胡轮的也都有事 瘸子里头拔将军 就轮到我跟了爷 灵力不敢说 武艺也稀松 走道多些 黑白两路熟些 正说着话 王尔烈一撩棉帘子进了仓 人精子便住了口 一脸郑重 退回侧边 这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中等身材略显鲜弱 穿一件熟罗酱色长袍 腰里竖着一条酱红腰带 白净四方脸下甲 微微翘起 透着一股倔强神气 文静的脸庞上一双三角眼 同人黑得深不见底 上边两道霉却圣淡 从中间踢起霉梢下垂 像俯冲升起时的鹰翼 相书为之 鹰赤鱼 贵气腾达 那是百事不爽的证据 永远见他进来 摇指窗外问道 王师傅 这里看去 外边也很冷的 地外那些水塘都没有结冰 这是什么缘故 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地都荒着 白乎乎的 怎么不中起庄下来呢 说着 指了指对面 闲边椅子说 请坐 王尔列座了 搓着冻得有点发僵的手 微笑说 回事午夜 那是盐碱地 不涨庄稼的 这里的水都化着盐碱 所以虽然冷 也结不起冰 正为咸水住进了运河 运河里的冰也就稀薄了 船再向南行 地气偏暖 反而有冰 也未有这缘故啊 我们家乡辽阳一带 也有不少这样的地 不然 还真叫也给问住了 永远听了汉手 许久才说 那么这里的人饮食 都是闲的了 难道没有治理的法子 我不知道 这乡里是怎样的 我们那里 大村大镇 打深井 还是能出田水 王尔列说着 见永远用询问的目光 看自己 有笑说 所谓田水 就是淡水 大底一刹洪水漫地过去 地中捡花 融化着冲去 可以种点 木栩之类的四草 子孙怀刺怀 也是能长起来的 可以做柴烧 炮筒也能栽 能有木材同油之力 永远听着不住点头 忽然转脸问 站在舱门口的随行太监 捕钟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面了 捕钟冷不防吓了一跳 忙裴笑说 啊 魂爷的话 咱们在直立地面了 永远一笑说 直立地面还用你说 是哪个县制啊 这一问 捕钟便一脸呆响了 尴尬笑着答不上来 人精子在旁笑着带答 前头五十里水路到沧县 咱们没离青县地面了 爷们说严捡地 这地方还算好的 从沧县 像东南大浪殿一带 百里没人烟 白茫茫望不到头的大简滩 跟下过大雪 划不掉似的 永远沉着脸听了 说 师父 我们下船 坐舰和护卫船停下 又命捕钟 你带船只直管走 从沧州到德州 沿途官员一概免见 我们在德州会骑 再做商议 船渔留庸 和珅 前锋他们知道 说完便忙着更衣 请不吝点赞